埔里正立图书馆争取文化部地方博物馆计划 以产业埔里为主题 推出产业豪博系列的产业体验活动 这次特别在圣诞节前夕 应景的邀请老师来教导亲子制作圣诞树 除了是让亲子有互动的机会 也是要让民众体会 早年埔里正名家庭代工的经济活动 所要做的事情 让他们更了解埔里早年家庭代工的典故 今天图书馆这边办理了 文化部补助博物馆及地方文化馆计划 那就是我们的最主要是要 以我们今年计划产业埔里来做一个课程 那这次呢 最主要是要让亲子来体验一下埔里早期 做外销手工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也应景的来做圣诞树 那让大家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 一起来体验我们埔里早期的手工艺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埔里正立图书馆今年从零初开始 搬离一系列产业豪博系列推广活动 而这也让家长及孩子们 透过活动的体验 去了解埔里产业早年的历史与严格 更让民众与孩子在了解的过程当中 喜欢上自己的乡土 更感谢埔里正立图书馆的用心 家长跟小朋友去过了这个台一去看花 然后呢到了这个角白笋田 去了解农夫的辛苦 然后呢也到了广兴职场啊 龙南七七来画这个七盘 那今天呢特别让孩子来体验一下 那怎么样用这些手工的东西组合成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圣诞树 让孩子从小知道 就是在埔里的这些特色产业 它的历史 它的文化 让孩子呢从了解的过程当中呢 喜欢上自己的乡土 那所以我们再次肯定 我们埔里正立图书馆 推动这一系列 关心地方产业文化的活动 副一长排圈肯定 埔里正立图书馆 办理产业豪博系列活动 推广地方产业的用心 也期许未来能够结合更多的产业来行销 让民众了解到在地产业的同时 也可以带动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